可站立行走的轮椅、快速行酒器、金旗瓶、 曲部多重训练机器等一批从上千件产品中 临选出来的台湾科技精品 9月21日在第16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展出 吸引了民众的关注 在台湾精品馆内 展馆工作人员坐在可站立行走的轮椅上 只需操作按键 轮椅就可以缓缓地站立起来随意滑动 工作人员介绍 丧失行动能力的人 只要膝盖关节没有坏死 都能通过这款轮椅重新站立起来行走 此外 一瓶刚开的红酒套上一个快速行酒器后 工作人员轻轻一拨行酒器上的小阀门 就能瞬间实现行酒 即时饮用 口感上和平时需要几十分钟行酒的红酒相当 这款行酒器还可以通过控制阀门调节进气量 根据个人的口味自由掌握行酒口感 那有些人如果喜欢喝口感比较味道比较重的 他就往回调 有些人想要喝到口感比较清理 比较light的 他就往后面调 那你只要调完之后按一个按钮 出来的红酒就是瞬间行过的红酒 台湾贸易中心副秘书长王希蒙介绍 台湾贸易中心至今已连续八次组织台湾精品展 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 每次展品都不一样 今次台湾精品展以智慧物联精彩生活为主题 规划了智慧科技运动休闲 健康照护三大主题区块 展出的22家厂商的64件产品 均是首次在广西亮相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